大家好 我是鱷魚原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原神5.0 將夜晚放海域夜晚 遜死試煉的鑰匙 順著前面三期做了之後 來到這個 主儀廟與正下方這個 傳送點 然後你自己從這邊跑過來 自己從這邊跑過來開一下 然後我就不帶大家開來 自己開一下 落雷之後 方向看向小地圖上方北方向 然後順著這邊走下來 好下來之後 然後在我們前方這邊 按T鍵然後變成這個龍 然後我們按一開E鍵 拿完之後舔完之後 直接回頭 舔完之後回頭 然後在我們後方長按E技能 然後給他揪出去 然後這裡的話是有個寶箱 這個寶箱的話裡面有道具 用物道具我們是避開的 好就向斬了之後呢 我們看向東方向地圖右邊 小地圖右邊 然後這邊 按E技能 勾索拉過來 然後我們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長按E技能 往上飛 好跳一段啊 跳上來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平台啊 然後再往前走 好這邊過來之後呢 是這樣子的 我們先左邊這邊 按E技能拉一下 拉下來之後呢 我們拿 拿下右邊這個球 按E技能拿一下 然後回頭 回頭之後 長按E技能 給他丟過去 好然後這邊 再拉一下 再拉一下 它總之就是 你要想辦法使這個球 然後 打進去 你拉一下旁邊之後呢 這個 門就會下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好這個寶箱裡面也是有鑰匙的 好這邊 箱子拿完之後呢 打開地圖來到我們正下方 這個 穿出矛點啊 穿過來 好出來之後呢 在我們旁邊 這邊可以變身一下 我們按下T鍵變身一下 然後看向小地圖左下角 地圖左下角 然後這邊 落下來 落到這個底部 這個位置是有個發射器的 我們看向對面 小地圖下方那個方向 我們來 打一下 打一下這個球 打一下這個機關 它會轉 轉向 這邊轉向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旁邊 在我們右手邊 這邊有一個水球 還有一個火神筒 你可以順便拿了 我們拿一下 撕一下這個水球 然後 我們 把 長按E技能 然後對著這個機關 把這個水球丟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趕緊 鼠標左鍵 打一下 打一下這個機關 使它轉向 然後前方就開了 左邊這個機關的話 就是控制這個門的 然後右邊這個水球 使它丟過去的死 過程之後 我們把這個門 機關給它降下來 然後這邊就開了 然後我們長按E技能 往上拉 E技能拉過來 這邊是 最後一個 好這寶箱拿完之後呢 來打開地圖 回到我們剛才的 這個傳送錨點 傳送錨點 好回來之後呢 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順著邊 直接往前飛 然後這裡的話是 這邊段的話之後呢 我們就接到這個任務 叫做 將夜晚 放 還於 夜晚 好這邊的話 打開地圖 回到剛才這個 傳送錨點 傳回來 過來之後呢 從旁邊 往這邊落下來 好這邊段的話之後呢 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然後從旁過來 這邊飛過來 然後我們來看門 好放上去之後呢 然後從旁下來 這邊的話是有個火神童呢 這火神童基本上在臉上 可以順便直接拿了 好 然後這邊 繼續往前 跟著用金走 好 然後 右邊 就跟PC卡對話 好這邊下來之後呢 在右邊這裡有一個這個 變身 變身一下 好我們 看一下小地圖下方 這邊 往上舔一段 好 這邊的話 如果到水裡面的話 這個龍會消失 然後這邊走上來 旁邊這裡有個火神童 然後我們 變身 變身然後 飛過來 小地圖上方 順著這邊走上去 旁邊這個 左邊這個開門 開一下 然後 右邊這個機關可以解鎖了 然後我們這邊解鎖一下 然後我們等待一下 等待這三 這兩個燈籠在同一個水平線的時候 這邊等待這兩個燈籠在同一個水平線 OK 然後我們按F鎖定 好這邊弄完之後呢 我們出來啊 看向這個東方向地圖右邊 小地圖右邊然後這邊拉過來一段啊 小地圖右邊這個方向 然後隨便跳過來 好過來之後呢 我們 按T鍵啊 不對 按1-按1-舔 舔一下 拿完之後呢 看向小地圖上方 這有個 墻然後我們按1-鍵 然後丟過去啊 把這個架彈丟過去 然後我們長按1-鍵 這樣往前拉一段 拉過來之後呢 右邊這個機關解鎖一下 還是一樣的 等著兩個燈籠平行的時候 來給它鎖定 好鎖定完了之後呢 最後一個在 看向小地圖下方 這邊拉過來 這邊有個火神筒啊 這個方向 拉 然後小地圖下方 這邊長按1-技能 拉上了 這邊的話這個火神筒基本上在臉上 你碰這個機關很容易碰的 算是任務必拿的啊 這邊直接開一下 好開了之後呢 我們還是等它平行的時候 好這邊換顏色 中間那個換顏色的時候 我們按F給它鎖定 好的這邊的話 我們 一技能拉一段 然後我們再往前拉一段 小地圖上方 過來 來到這個機關這邊點下操作 好 然後我們直接下落 好落到底部之後呢 這邊 長按一鍵 然後拉上來 這邊有個寶箱可以順便開了 然後直動 順這邊 進去 好接著來打怪啊 然後我們切回人形態啊 自己打一下 好這邊斷完畫之後呢 來 這裡 按F 好的 那這邊 斷完畫之後呢 會還有一個寶箱啊 你可以順便開一下 這個任務的話就做完了 好